你去见顾启言了 裴总跟踪我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在打故事的主意 裴总对故事的欲望 应该要比我更加强烈 被我说中了 我口红掉了我要补妆 如果没有我 想要得到故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 那你接近顾启言 是不是为了刺激柳颜颜 很明显 柳颜颜暗恋顾启言 她也是阻止 姬安阳报警的那个人 我很难不怀疑她 那你有没有怀疑她背后的人 顾启言 不可能 她是我哥 她是顾清清的哥哥 不是你的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我下一个目标 都会是柳颜颜 你不是一直好奇 柳颜颜她的父母 哪儿去了吗 她父亲因为赌博 欠了高利贷 在四处躲债 所以你找不到她 可我有他们的消息 那裴总开个条件吧 离顾启言远点儿